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利斯,上一期节目呢引发了大家非常热烈的讨论 所以这一期节目呢咱们也来正经的聊些话题 还是和之前一样我只来分享一些看法和观点 不进行数据上非常直观的那种对比 现在咱们要来聊的是高端MPV 这个市场其实非常的奇怪 因为中国人确实是不待见MPV嘛 所以说30万以上的MPV车型一年大概也只能卖个30万台 30万台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日产轩逸这一个车一年就能卖50万 而且这30万的销量里面呢 肯定有七成都是两台车来贡献的 第一台呢就是老大哥J18 另一台车就是丰田家的法器啊 威尔法、Alfa和雷尔法 但是就这么小的一个市场 依旧过去的世纪20年里 不停的有车骑销来攻打J18的这个地位 包括最近还多了一些新的原来MPV车型 就大家打了J18这么多年 难道就没有意识到这个车其实比哈兰达还要难打 对吧 所以在本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讨论一下 就是这么小一块蛋糕 为什么这么多人家 他就和上期节目一样 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市场里的霸主 J18作为中国第一台商的MPV 很多人都觉得他现在这个地位 应该是靠他这十几二十年的口碑所积攒下来的 已经形成一个惯性的购买习惯了 但实际上我们单论产品里的话 你会发现J18依旧是这个市场里面最能打的车型 我觉得甚至可以没有质疑 甚至整个上级通用集团很有可能都是靠J18这一台车给养活了 大家看现在这一代ES 要空间有空间要配置有配置 要舒适有舒适 甚至他还有性能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同级别的MPV里面0百加速最快的一台车了 而且我真的开过这一代ES 我当就是你开了之后 你就能意识到为什么上海机场附近的高架上 能有这么多跑得飞快的J18从你身边呼啸而过 因为他真的可以开得这么快 好久没在上海的高架上开车 我试驾完J18ES之后 我当然就好奇 我说丰田Alpha到底要牛逼成什么样子 才能比J18卖一倍还要多的价钱 然后后来我们去了澳门真的做了一下Alpha 我发现 啊 丰田就是丰田 比J18烂那么多的车竟然还能卖得这么贵 难以置信 我跟你说 就是要隔音没隔音 要绿针没绿针 所以说J18的这个地位 真的是靠他的产品一步一步打下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 他可能比海兰打还要难打 因为现在大家看海兰打的产品里 已经有一点点跟不上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过去这么多年 都有谁想要攻打J18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大众的微然 早在很多年前 大众只有一台打MPV 就是德元朗 那是真的德国原装夏朗 那个时候大家就说了 我大众只是在MPV市场上没有发力 我要造一台出来 我有你接来吧 什么事 现在造出来了 大众微然 小亮可能还没有到J18的领头 其实微然最主要的问题 恰恰就是J18做的最好的地方 也就是空间利用率 我们一直有这样一个说法 就是MPV只有一个设计目标 就是空间利用率 不然的话 你去买一台大尺寸的SUV 不就完了吗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说J18的碰撞安全性表现 并不是很好 因为车自重很大 但是车实在是太空了 而微然 我们背底里都知道 它就是大众图 魔改过来的台车 无论是它的地台高度 还是二三排的空间 二排的安全带位置 三排靠背的这个固定锚点 这些细节我们都可以看出来 它是SUV魔改的 所以说你做过微然的话 就会发现 它后两排的空间利用率 远远没有J18那么高 就连法器的持有者 加价狂魔 丰田都没能够足迹J18 赛纳是一台非常棒的原始MPV 它的空间没比J18小多了 它的油耗是J18的一半 就因为刚上市的时候 那一波加价作死 搞了个月销量起来 那现在靠着部分地区 已经可以平价提车了 才有了大概J18三分之一的月销量 那当然据说 一汽丰田版本的赛纳 马上也要上市了 等这台车上市的时候 我们再看一下这辆台的加起来 是怎样的销量表现 看到这里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是一个J18的商赔 要是我坐在家里 就随便拍个视频 也能把饭给掐了 哇 那我也太厉害了 所以咱们还是得来展望一下未来 看看国产品牌都有哪些尝试 第一个路子呢 就是打价格差 我给你差不多的空间 差不多的配置 差不多的性能 我是差不多先生 但是价格便宜你10万 广汽传奇M8就是这么做的 让60%的价格呢 去给到了至少90%J18的东西 而是证明 大家还是挺买账的 M8的销量 在MPV的销量排行榜上 是紧随J18之后的存在 但是呢 这个思路也有一点点碰运气的成分 因为上汽荣为MX8 就没有这样的代言 甚至我怀疑就不在上海的听众 可能都没有听说过MX8这个车 但屏幕里的各位 如果你没听说过这个车 欢迎口给你 而第二个路子呢 就是打动力总胜差 最久两台性能源MPV 刚刚上市 一台蓝图梦想家 一台腾食的D9 而未来打通极客 也会推出纯电动的MPV车型 这两台刚刚上市的性能源MPV里面呢 我其实更看好蓝图梦想家 因为好看 而同时它还有435匹的马力 这个听起来就非常让人兴奋 你上哪儿去找400匹的MPV 对吧 除了这个 这可以看得出来 作为一个驾驶爱好者 就即使是选MPV这种肉车 自己也会考虑一些有的没的 而且梦想家有一点 我觉得非常的厉害 蓝图3使用的是 增城式红和动力 那大家就觉得 他可能会一直选择 这一条成本相对比较低的动力足限 一直走下去 今后逐渐被纯电动可以替代 然而梦想家使用的是一套正经的混动系统 而这个就让人非常的惊讶 就这只是蓝图的第二台车 它就已经花了大代价为了更好的体验 去开发一套全新的动力总成了 这个精神还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虽然说我有个同行提了一台蓝图3开出4S.4公里就坏在路上 这种事情会发生 但毕竟新品牌嘛 要去理解一下 那如果你想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 腾式第九可能是一个更保险的选择 毕竟人家是背靠比亚迪技术传承奔驰品质 对吧 虽然说腾式第九的颜值和动力稍微弱了一点 而且我觉得它的中控长得真的有点太像比亚迪唐了 但毕竟从它现在发布的这些设计 配置还有用料的信息来看 它的品质感还是可以保证 第三个路就是打户口X 比如说红旗马上要推出的高端MPV车型 红旗第八 你看红旗管自己叫第八 那没人敢叫第七 对吧 你只能叫第九 为什么叫户口X呢 红旗以前就干过这样的事 把政府用车里面大量快要退役的什么奥迪A6啊 风天皇冠啊 全部换成红旗H7 哇那那个产品形象蹭蹭的就往上涨 那现在你可以如法炮制吗 把政府用车里面马上要退役的G8啥的 全都换成红旗地板 那销量都得蹭蹭的 这点能播吗 我觉得播完不会耗美了吧 一汽红旗 中国自主汽车品牌的豪华领导者 21世纪初 在大量家庭的心目中 树立了十分高档光辉的形象 我爸的第一台车就是红旗 红旗名士 型号叫C7180A21 我记得特别清楚 那是一台逆向奥迪100 OK本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其实我又准备了一段非常横业的节目 又已经用了通缉本章里面的一段话 但是我依旧不想拔告了 拔不动了 大家感谢中国自己在这暂停看看 然后还有啥想补充的车型 也欢迎在评论弹幕里面飞一飞 飞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咱们意见三连一下 感谢各位观众们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次能飘到车里飘成街刷手